好 下一套呢 這套其實挺舊歷史 原本的原作 第一次播出的時候 歷史的內道我都沒看過 我應該是 有看過 重播版 我都不太記得劇情了 我記得五個神勇非英俠 應該是電視台做的 叫神勇非英俠 中文應該是叫神勇非英俠 這套是不是叫俗作 應該算是俗作 但問題是 這套科學 但問題是看劇情 好像截不上 應該是全新的 應該是全新的 應該是用回那個概念 純粹是 但我已經 太舊歷史了 我已經完全是 概念上 只要學家看過 我記得大概 原數就是五個 用品熟結合科學 對付邪惡組織 科技 類似科學 不是黑科技 這套就好像變成外星人 這套你當什麼 如果以我們看的 這套是一套黑超特警組 類似 因為其實他所說的 所有judgment的技術 都是源自於外太空的一些科技 令到他們可以抽取靈零 抽取靈零 那一刻 那一隻 QB機 不過他好深一點 第二集就告訴你 如果你那本筆記簿被破壞了 你就會死 他沒有問過你同意 月霍已經拔出來了 沒有任何願望給你 當然他有沒有QB那麼可愛 幸好女主角他沒有介意 如果不是 可以反胎反合約嗎 你不用本筆記簿 那就是說這個女主角 下次是什麼 有一個突然間 不知一個奇怪的人 就在一手審的心裡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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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劇情就是一個神秘的 不知哪裡來的人物 就簡選了我們的主角 成為這個對抗邪惡的 秘密組織成員 成員的一份子 故事就由這樣展開 而最特別就是他們的變身道具 就是一本筆記簿 這個筆記簿很厲害 可以跟同事溝通 怎樣溝通法呢 是用手寫的 沒有對角功能 用手寫的 我覺得你說 如果讓我70年代80年代看到這件事 我會覺得很高科技 但我現在看上去就說 你給我這部iPhone我算了 或者iPad所知畫都高科技 他不是筆記簿 我想他抽筆記簿 其實你當是心聲那種 你好像是 取過概念 我覺得應該是似的 但問題是 我們這個實用是完全不適合 當你要講救命 或者緊急通知要拿一筆出來 都不斷寫 應該說很抽離 本身你是一個科學忍者隊 所有東西都是科學 但本筆記簿 又完全不是很科學的東西 如果你給我iPhone我的 或者Samsung Galaxy我的 我ok的 的確是ok的 召喚什麼都好 你會覺得 這是一件高科技的零件 然後對著本筆記簿 就算用iPhone 你可以照一照人 好像黑超零件組 就可以令人失益 我都ok 但你這樣用本筆記簿 我很難代入 其實本筆記簿 有變身功能 可以是 變身之後的武裝 跟外表好像是 根據不同人 有不同的樣子 都是根據他本身的內心 因為本筆記簿 是由他的靈魂的熱徵 去演化而成 當然一開始就看到的 在秘密基地裏 除了主角阿初之外 還有就是 用武士都那位 加上應該是四個人 加上了青金 是不是五個人 還有一隻熊貓隊長 他說他不是人 他說他不是熊貓 總之不是地下人 然後再解釋 有些類似 叫做危害這個地球的生物 就要一班就是 秘密組織的成員 去抵抗他們 不要問有沒有人公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公 對義務官的人 他起碼好過QB 有提供宿舍照顧 裡面又吃又店 甚麼都不用 這是舊派 我們看七八十年 秘密組織就是這樣 入住了之後會有宿舍提供 食物都 那個年代的組織 是有很好的待遇 好像現在的組織 叫你說 世界的和平就交給你 但是沒有人公出之餘 受傷入院 我覺得他都沒有給你醫療保險 這個至少是有專業醫療 提供醫療 應該是 起碼有個大本營 有得住有得睡 有得食 生活有保障 人公先不要提這件事 起碼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都保障了你 所以這套很明顯 我們看舊派 舊一輩的動畫 這套東西 很有古風 但是你說這套東西 其實我感覺 因為很多人都未必會接受到 現在的走向套 因為女主角的性格 都是大癲大肺那種 但當然你會看到第二集 其實他有自己的信念 會看到出來 他不是一個 好像梁公春那些 癲婆 那類型的角色 很難得罪很多人 但是我都要這樣說 還有 我這套東西 我一開始看 我有另一套動畫 雖然題材 或者其他東西 不是很像 但是近質給我的感覺很像 有一套叫 京蘇戲畫的東西 之前CV那種 女主角的特性也是很像她 其實我覺得 而你說故事裏面的 繪畫畫風 其實都很像京蘇戲畫 用很多色塊的 鮮艷的顏色 對 雙隔不同 我覺得挺近似那一套 而且你說 暫時的競情 當然我覺得會比京蘇戲畫好一點 起碼我現在知道主題是說什麼 因為京蘇戲畫 我看完兩集之後 我依然未知道主題是說什麼 首先第一句 這套有平易是零的 你想知道 這套有平易是零的 第二件事 關於故事的 所向還未清楚 剛才組織說的是一回事 但女主角後來第二集 發現到的真相 又好像跟組織說的 不太合適 這個是故事比較矛盾的地方 因為暫時你說 其他角色沒有說 只是學長和初他們兩個之間的交流 其他角色暫時都沒有特別交代 他們的背景 或者他們的信念是什麼 還有你見到一個組織應該是很多人 還未出齊 還未出齊 你見到 召喚召喚得五個人 其他人全部缺席 其他人都沒有缺席 其他抗高揚工修 你想黑一點的話 好像QB 因為高危職業 站在那裡那些位 全部已經是殉職 不太常找人 但你說戰鬥那方面 暫時 不過你說什麼 其實 不是 因為他用了很多3D 看得出 因為本身太出位 而且他還用色快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多容易 多出 不是 他有一個聰明地方 他打架陣 去一個異空間 背景是黑白色的 類似 叫做 突出了主題 淡化了背景 叫做聰明的地方 業識得好 當然你說暫時說 那些 所謂的敵人 全部都是俄司方塊 全部都是扭計式 師徒師徒 扭計式 他是一個扭計式 看下去暫時 你說 是不是不好看 我覺得 他又未至於不好看 至少 你可能會真的不喜歡那個女主角 看頭兩陣 因為這一類型女主角其實 我當然挺有趣 未必那麼受大眾歡迎 他的性格 就算他很有信念 就算他有他的自己的信念 有他的目標 也好 但你看到這名人 完全是 你會覺得 看第一集 你會覺得 這人應該是送去精神病院 甚麼呀 看第一集 嘩 頭在說話 你走開幹甚麼 你一拖起來就被人打 肯定是 所以你說 叫做比較直長直討 其實 第二集 我覺得他百分比那裡 不錯 講 學長 清音 其實那種就是 他就說他只是看直線 他就不看其他東西 就是說當有人給了他目標 他就只是走直線 而阿湯那種就是 他會亂撞 他亂去試任何東西 給你看到就是這兩個性格 所以我覺得第二集其實做得挺好的 在角色交代上 他們武器嘛 日本都很直斬 但是他武士的精神嘛 頭說的東西就要做的 你看到嘴主有些教訓很多 他會不同方式 刷一下 插一下 開一下 剪一下 是有不同的武裝玩 可以是 適合豐富他們的角色 我覺得他會突出 我只是希望不要說得太完 有些人覺得他之後說一些劇情 有些秘密組織也有他們目標 我感覺到他會說一些冷心的東西 但我不是很想看的那些東西 我曾經你第二集有甚麼套路 就是說自己的每個人的信念 講的那樣東西 這個其實講得幾出的 因為第二集他都有一點交代到 就是說每個角色好像自己都有些東西 那當然你說這套角色 女角的還有一個manager 因為脫得厲害 他每集都脫的 其實他基本上 他的出場 他只是穿著一件胸圍 和穿著一條底褲而已 所以很多人就是留意這套東西 其實是看那個角色 不是看女主角的 所以是非常灰的這件事 那這套 我想值得期待的 其實最好就像剛才那樣 就不要去到最後 玩太多意識流的抽象的概念 就是最後大家拿看聊天室在這裡聊天 我最不想見到這些東西 最後拿看 我覺得未必會有 外星人科技再大膽都不會這樣玩 哇好難說的 外星人的口味這些東西 那這套我們又去到這裡 期待一下 完結之後他的表現是怎樣 好 我們去下一套